大家好 欢迎回到新的习近平情报室 本来应该CP Plus 但取消了 但有些厂都会将原本CP Plus 的产品 在这段时间就慢慢公布出来了 TOKINA之前介绍过 500mm 8 的反射镜都很受欢迎 似乎将近一两年的策略 TOKINA都想用以前的光学技术 去出一些市场上比较冷漫的产品 但又有需求的产品 这次就选择了S24系列 推出了一副8mm 2.8 鱼眼 有Sony E-mount 还有富士的X-mount 但整支是有APS-C 其实APS-C都不要紧 因为鱼眼的成像圈 有时也会随着Full Frame 即使边缺点比较差 但有时都可以在Full Frame上使用 还有有些朋友 其实鱼眼 我想不是很多人会放100%看的影像 很多时都是拿过整个画面的感觉 其实暂时来说 这个世界大部分都是全幅的鱼眼多 全幅的鱼眼的意思就是 它是180度市场 看出来就占据了整个画面 以往Sigma推出了很多全幅的鱼眼之外 有些真的圆形360度的鱼眼 即是一个圆形的鱼眼 其实暂时来说 如果印象中 在Sony E-mount全片幅的镜头的情况下 好像暂时都没有EG镜头 但EG镜头本身 现在新公布的TOKENA EG S2Z 8mm 2.8 都是全幅的鱼眼 180度左右 所以在全片幅之下 它都未必是一个圆球形的状态 所以变成这支镜头 暂时来说 轻巧 280克 也有一个光圈的DK 还有一个可以拆的遮光罩 这几样东西都是挺好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喜欢全圆的鱼眼 这支镜头暂时都帮不了大家 但如果你说真的 没所谓的 要轻巧的 也都可能是用Sony A6000系列的机身 其实这款鱼眼镜 应该都相信都挺受欢迎的 因为换算来说 其实它等于等效距12mm的鱼眼 比传统15mm和16mm 是稍为wide一些 而且光圈去到2.8 也有TOKENA 新的镜头设计 效果都不错的 整支镜头 整支镜头摆出来 好像整支笨德的三公主 大小和轻巧程度都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但是因为是全圆鱼眼 所以在整个画面的震撼程度 用法不及全圆鱼眼 有点分别 但无论也好 都是一个好尝试 希望TOKENA之后 吸收到市场的反应 能够可以在E-MAN 全圆鱼眼那边 出一支全圆鱼眼 那就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是这样 下集再见 拜拜